韩国网友彻底崩溃了 冰敦敦大火让他们脑羞成怒 大熊猫是韩国的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这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北京冬奥会的粉丝看到 接下来呢 和大家说一下那么最近的冰敦敦大火之后 让韩国网友呢这边彻底崩溃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大家也知道那么其实提起北极本次北京冬奥会 出来这是个美食非常到位 我们的周到非常服务到位之外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呢 就是不得不说一下我们的吉祥物 冰敦敦 那么自从日本这边记者把他带火之后的话 那么可以说这个可爱的吉祥物呢 也真的是彻底成为了全世界观众的一个非常 热爱的一个新头号 确实呢 很萌的一些姿态呢也得到了大家那个喜欢 所以这段时间可以说冰敦敦真的是一吨难求 那么大家都想买 包括运动员呢 都想把他带回家 却买不到 那么可以说呢真的是相当热情 而且是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一个欢迎 那么就在最近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么韩国媒体这边呢也是把冰敦敦在中国现在整个世界大火的这样一个情况了 报道到韩国这边的互联网上 但是从目前韩国网友的个评论来看了他们这边的 却感觉他们的评论酸溜溜而且是彻底崩溃了 那么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了冰敦敦大火呢 那么这些网友看到之后的话 这些韩国网友也评论说我们不喜欢冰敦敦 并且非常搞笑的是呢他们还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呢 强调说 大熊猫根本就是中国的 说实话其实从韩国网友这番评论当中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现在此时此刻的一些心情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之前的话其实呢韩国网友包括他们的运动员呢就曾经吐槽冬奥会的美食 并且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看法 所以在他们看来他们当然希望说本届北京冬奥会呢 不会举办的太过于备受瞩目 不会受到太多人的那些点赞 但是恰恰是事与愿为那么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的话 韩国网友的一些负面评论呢并没有影响到整个北京冬奥会呢 举办的相当成功 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吉祥物呢 成功出名成功被全世界的体育观众喜欢 所以说实话这一次冰吞吞大火呢 恰恰能够说明这一次北京冬奥会举办的相当成功 另外一方面也就说明了我们其实大熊猫这个国宝呢 确实也是全世界非常喜欢的一个动物 确实呢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非常多一些关注 所以其实对本次韩国网友这番评论或说他们这些态度来说呢 其实真的是没有太多的一些意义 他们虽然说一架强调这个韩国啊是拥有大熊猫这个宝物 并且强调说大熊猫是韩国的 但是其实就全世界的一个认识来看我们也知道呢 大熊猫根本就是中国独有的一个国宝 而且我们也知道不管是日本啊美国啊等等很多国家呢他们 国家所拿到的国宝呢 大熊猫也恰恰是从我们中国去租借出去的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其实就足以证明了 韩国网友这些呢只是啊情绪崩溃之后呢 说出了一些非常极端的话 其实并不能够说明什么 反倒其实我觉得呢从这次冰敦敦大火到本整个北京冬奥会呢 受到外界的一个欢迎呢 应该能够告诉韩国这些网友包括他们的运动员呢 应该去正视这一切 学会去啊欣赏 别的一些东西 毕竟我们回顾本届北京冬奥会的话 韩国对这边呢恰恰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偏见了 闹出了很多的笑话 包括在最近的清空冬奥会的一些西瓜和牛肉啊 找到日本选手的一个举报闹了个笑话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了 恰恰就是因为他们的放不开胸怀 去好好欣赏对手 好好欣赏北京冬奥会呢 才会闹出这么大的一个笑话 所以其实对这边不管是韩国选手还是他们的网友来说呢 都应该放平他们的一个姿态 学会去欣赏别人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一来呢 才能够真真真正去享受一个体育赛事 对他们而言呢 可能生活当中的才会更加的愉快 不会添堵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 开心聊冬奥会 拜拜 拜拜